众多乌伦华裔社区代表和东湾民选官员6日同声批评 两张由阿拉美达县消防局消防员制作的农历新年贺卡 含有对亚太裔的刻板印象令人愤怒 要求当局彻查努力消除对亚太裔等少数族裔的歧视 乌伦华裔社区领袖陈希鹏6日就阿拉美达县消防局农历新年贺卡 疑似辱华事件召开记者会 乌伦市长薛丽比办公室代表石晨光 第二区市议员利奇 第四区市议员盛涛 散联安卓市议员李国斌 以及二十余位亚太裔社区领袖出席并发言 非牟利组织阿拉美达县亚太裔民主党委员会主席陈远梅指出 阿拉美达县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亚太裔 社区强烈要求县政府在雇佣和执行敏感度培训实践的时候 能发挥监管作用 而且所有看到这张贺年卡的市民 都应该收到来自阿拉美达县消防局局长罗查的道歉 我认识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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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议员